前两天第二期开盘两万九 而且它是接近通州的项目 就说它这个没有付出任何成本 它的资产在成倍的增加 就说这房地产商 但实际上它增加资产的几乎一半 让政府收去了 实际上政府它为什么增加 因为是旁边的地价不断的拍卖 不断的拍卖这个地价 不断的出现地盘 把它的预期把房价不断的提高 实际上这个真正的是 地方政府在推动房价的 所以你刚提到关键词 预期心理对不对 预期心理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其实这里都已经牵涉到了 刚刚他讲说都相信中南海的智慧 但是同时要监督地方政府 会不会跟地方的利益 做个驱动的这个切断 更重要点就是 会不会改变我们的心理预期 这点就牵涉到所有的这个 是不是赌性坚强的这个部分来讲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到这个部分 好 股神巴菲特最近这礼拜说了 中国房地产市场简直就在赌博 而且赌得很大呢 有一群人在大面积的好赌 财富的增长应该是逐步积累的 你看哦 从巴菲特的眼神看过去 好像要再看的是动力哦 等一下 动力来回应一下 你觉得是在赌博吗 他讲的东西是不是了解中国国情的 是不是了解很多人的心理的 我对巴菲特他说的这个说法 我不看好 为什么不看好 就是他说的这种赌博 完全把我们整个这个市场经济 给他完全的按他 曾经的那种空大的 他的那个法则来说我们中国 不过他的意思就是你看财富的增长应该是逐步积累的嘛 那这点有点呼应像刚刚那位先生说说很多人就觉得 在过去这五年当中你反正投资了房地产你就已经赚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造成很多人心理欲起都往这边来走的 我觉得我对这个话的感受是非常深的 我有数据的表明 你有数字 很多小白人看到我辛辛苦工作了十年二十年 我还不如炒一套房子赚钱 以后我也被动去炒房了 不仅是这些构体 还有很多投资公司 几个人大把的钱 应该买下来等着增长 这五年来我调研了数以万计的 买房的炒房的 已经按揭了的房地产商建筑商 包括营销机构 所以有这个赌心在里头 不仅仅是一大成人 还有更多的人在加入进来赌博 为什么呢 因为预期房价会长期上涨 对不对 只要国家一天不把这个预期上涨的心理 切断的话 将来房价还是会有大把人在追高 好 现在所出来的这些政策 是不是就可以切断了这个预期心理 是不是很关键一点 切断了一部分 我认为一定要持有房间和保有房间 物业税和消费税 一定要尽快出台 像对面的原理是这样子的 有五套一张房子的 每年都交税 是吧 他有钱嘛 对不对 要税负人 因为我觉得温总理说了一句话 经历我一直很感动 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 比阳光 比太阳还要 怎么 不知道吧 对不对 所以有钱人多交税 没钱的人 怎么办 要通过政府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要求平衡它 来我要平衡一下 来 动力来 请说 我不赞成你的观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从炒房到不买房 然后进入了另外一个环境 你是一种心理的抄底 你心理的抄底 你不代表一些就像刚才 现在很多的很多年轻人 他最后的一个结局 是一个人格的没有 他在北京买得起房吗 你给他降多少 我不认为你说的这个是对 比如说我们这个 如果说中国给我们一个 这些投资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我们还去炒房吗 有没有必要炒 实际上你刚才说 纳税我同意 但后期的观点我不同意 但是有一点 你知道有多少这种忠诚小企业 是中国的支柱 他无形的在扶贫 你知道吗 你了解这一段层面的人吗 他也是在做他的一定的赛事 那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 我们研究一下 是靠建房子卖地成为世界常国的 所以我们要发展高科技 好谢谢来回应这个部分 巴菲特特别做了提醒明理 明理你来回应一下 巴菲特是一个鼓神 鼓神是干什么 就是投机 一个投机者说的话 我们能够相信他吗 当他打击泰国的时候 打击香港的时候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就是要操底 打击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他的目的是什么 换一下换一个词 明理你去被激动等一下啊 我换他 他是个防神巴菲特的 哈哈哈哈 我们有很多 居民的国际投资公司 在一边掺空中国的楼市 一边巨量的资金 进入中国楼市 他们在干什么 一边掺空 一边在什么 抄底 我们能够相信他吗 所以他的财富的增长 是逐步的 这个积累的过程 这句话是 看上去很正确的 但是他把 上面这一句话 隐传起来 我一直以为你 那来评论他是靠 逐步积累的 他能够成为股神吗 好谢谢 来我先向厂商嘉宾 来回应一下 厂商嘉宾请回应我这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看到 各地的地方出台了 许多新政的措施之后 你觉得在这一轮的 猛要下下去之后 会不会整个 让所有的投资人 或投资人心理 已经产生了 预期心理的逆转 让整个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现在是流声往下 来这个走势 是不是一定会产生 这种预期心理转变 我觉得这个 有马有卖的东西 就是商品 那么商品的属性 是最根本的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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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价值的 这个主导性 应该是不会变化的 那么就是说 它太高了 那么必然它就会跌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 中央出台政策呢 在我个人的看法呢 就是说这个 已经说明 这个 这个房价 这个商品呢 已经到达顶峰了 它以后的路呢 肯定是会跌的 所以呢 我在这呢 也介绍这个 凤凰卫视的 这个 咱们这个栏目呢 跟年轻人说一下 千万不要在高顶来接盘 就像股票一样 现在的房价 真的像股票一样 我也是做了 十几年的投资 包括股票市场 我这个是在 去年年底 把自己的房子卖掉 我这个 因为我本身学经济的嘛 所以我就是这个 觉得这个 任何经济的事物 不会违背这个 这个价值 这个价值 对 好 谢谢 来 这边 我觉得长远来说 中国的房价 还可以涨 这个没有问题的 北京的房价 涨到五万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那是 二十年之后的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五年的事 你现在让我们过分的 把现在都投资出来的话 你不觉得 过度的投资了吗 好 谢谢 来旁边这位先生 请说 我在这里要替这个 我们的八零后 说几句话 我觉得现在 我们国家出台 这些政策 就像发烧药退烧 其实连退烧药 都算不上 顶多算是两个冰块而已 因为问题根本 不在于房地产市场 还是 还是我们的政策 制定和执行 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我们社会的资源 分配 越来越不平均 并且这种板块 结成越来越固化 是这种原因 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 在我们八零后 我们的父辈 我的父辈们 我的父亲母亲 他们开同学会 对吧 几十年之后 他们各自奋斗的成果 完全不一样 千奇百怪 千差万别 但是等我们 八零后这批人 工作N年之后 然后再开同学会的时候 就发现 大家其实没什么区别 你怎么知道呢 可以很对比 比如说他的父亲 我的同学 他父亲是政府官员 他的路线就是说 去外国读书 然后拿几个硕士 回来之后 然后做建筑行业 是吧 然后或者说 家里是普通的中产阶级 然后可能考虑是执照 然后做其他事情 就是说 从他家庭的背景 我们就可以差不多 估算出 他这个年龄 在做一个什么层次的事情 但是其实每一个世代 都面临这种情况 但你有没有想过 你可能不是富二代 也不是官三代 你可以变成白手的第一代 我当然有这种想法 但是我要表达的概念 就是说时代不同了 白手起家 然后空手掏边狼 就可以成为白不疯 在我父亲那个年代 是吧 在我父亲那个年代 是常见的 但是在我们这一代 变得不那么常见了 我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最根本 我们现在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就是说 社会资源的分配 越来越固化 这样的导致了 我们的房子 很难买得到 不在于市场 而在于我们的社会资源 如何分配上 所以我非常赞成 巴菲特这句话 我们就是在赌 我们这些没有资源的人 在赌我的明天 我那些有资源的人 在赌他们的过去 我们大家都在对赌 谢谢你白狼帝 这个政策 应该要坚持下去 我想的话 时间不会太长 我们需要加大 保证房供应的力度 你让我投资什么 你要给我一个渠道 我以2006年 5月份发行 三年不满房行动的时候 想要我号召的 我要给他们道歉 一虎一息谈 争论更加精彩 措施因不该持续下去 要持续多久 比上北京这是零食 前面有两个字 零食 这个零食 你觉得要持续到多久 我想的话 时间不会太长 为什么 因为的话 中央的新政也好 北京市的新政也好 都没有改变 中国房地产市场 供求关系的基本面 这个基本面 它基本矛盾还存在 所以的话 我们的政策 刚才我用了一个止疼药 没有用的话 是动大手术 从根上去 它去治这种病 那么治这种病的话 最根本的错是什么 增加有效功维 两条 适度的 就行了 来吧 请问我 平均